是特殊造型薄板 好那这一题呢 一样我们先点选草汇 选择right面 按草汇 好那这里呢 我们选直线 从这一点开始起划 然后这边画斜的 斜角度 好这边画一个圆弧 好 然后呢这边我们画中心线 这边画一条水平线 这边画一条水平线 这边画一条垂直线 这边画一条垂直线 好那这里呢我们用 法项开始标注 来这边到这里的角度 这里到这里的角度 然后这里到这里的角度 还有 这里到这里的角度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平面显示拿掉 这边的长度 这里到这里的长度 还有这个点到这边的长度 还有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 还有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 还有这边的距离 那标示完毕之后呢全部选取 右键修改 然后呢再生拿掉 然后来第1个角度为10 第2个角度27.5 第3个角度10 第4个角度5 然后长度第1个长度13 第2个长度20 第3个是125 第4个是60 这边也是60 这边55 这边是10 这边23 这边是10 好 这边是150 好完了之后确定 好确定 好Ctrl D之后 隐身厚度为10 好 然后呢这边 这边的导演讲为3 所以这边导演讲3 好确定 然后呢这边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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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导演讲15 这里一条 这里一条 15 15 好然后呢 这边是7.5 这边是5 所以这边导演讲7.5 好这边是5 好OK 然后呢这边它的坐标线Y朝上S朝右 所以基本上可以拿这个 当我们的坐标系 这里 好那Y朝上S要朝这边 所以Y轴这边要转90度 OK 确定 所以这时候 好 这边 这边 这里的 S是这里 Y是这里 好这样就没有错了 好 所以第一个题目 好 Y的近视值为何 好 来 质量 好 这边是CSO 所以Y是这里 好 然后第二个呢 剖面面积 剖面面积是指前面这里 所以这里呢 点一下 不对 点一下 是这一个 好 好 然后第三个呢 变更尺寸 好 右键 编辑定义 好 第一个 A1 改成6 A1 这一个 为6 好 A2改成11 A2是这一个 A3改成12 A3是这一个 A4改成30 这里 好 R1改成4 好 这边的R1这里 改成4 确定 Ctrl D 来 我们再确定一次 R1在这里 5改成4 所以这边点两下 好 然后呢 接下来R2改成8 R2是这一个 点两下 改成8 通过rt 然后R3改成4 R3 这边 改成4 R3改成4 R3改成4 R4改成160 R4是这一个 啊 改成160 好,ok,来,那题目我们S轴近视值为何 来,点这一个 S轴是这一个 好,然后呢 面积 A面积就这里 好 周长 周长是这一个 好,以上这边 就是104体的部分